第六百二十七章 国外的古董店 想 妈的 当初希特勒那老小子怎么不把巴黎给炸呢 庄瑞走出一家店铺之后 在心里纷纷不平的骂道 当年小日本将中国破坏的蛮目苍蝇 这他娘的希特勒也曾经占领过巴黎 怎么就没抢光烧光呢 刚才听到那个腰臂水桶还粗的老板娘说 这条街始建于1886年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都没有受到一丁点的损伤 这让庄瑞心里很是不平衡 和有点艺术气质 热爱美丽建筑的希特勒相比 日本天皇简直就是个杂碎 庄瑞 快来看这一家 里面有好多中国的东西呢 已经不怎么想逛了的庄瑞 听到秦宣斌的叫声后 硬着头皮追了上去 这也是自个儿要来的 总不能扫了媳妇的兴致吧 哎 还真是 庄瑞走到店里扫了一眼 这个店面积不小 分成了五六个区 最初进门的时候 摆的全部都是中国的工艺品 当然 在庄瑞没有使用灵气鉴别之前 这些东西只能称之为工艺品 要知道 中国制造是非常强大的 有很多去国外旅游的朋友 看见一些很精致的工艺品 当时就准备买了带回国做个纪念 谁知道 到了国内拿给朋友显摆的时候 那些工艺品下面的几个英文字母 Made in China 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玩意儿的处处 果不其然 在庄瑞一番仔细地辨认下 这些玩意儿都是出口转内销的 不是用来糊弄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 就是用来对付那些来国外淘宝的中国人的 反正看似精美的东西 没有一件是真的 在另外一边 则是摆放着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冷兵器和铠甲 还散放着许多长矛 长计 战锤 战斧和弓箭 只是庄瑞大眼看去 即使不动用灵器 从这些东西的包墙上也能看出 全部都是现代工艺品 在走廊的两边 都是封闭上锁的玻璃橱窗 里面摆放了许多各国风格的工艺品 有日本的纸扇和梳妆盒之类的漆棄 这些纸扇上画的都是些春宫图 看来 这应该是日本AV产业最早的出行 玻璃窗里 还有已经磨得掉色的各式打火机 甚至连古老的左轮和转轮爆发手枪都有 整齐地在玻璃窗里排出了一列 这些物件倒是让庄瑞很仔细地观察了一遍 只是让他失望的是 看上去颇像有些年头的玩意儿 其实还是现代工艺品 但从外表和包墙上来看 庄瑞是无法分辨出这些物件的年代的 不过在灵奇的观察下 这些东西的真假自然是难以遁形 庄瑞没有想到 这造假盗版在欧洲也是如此盛行呢 走到店铺的最里面 则是一些十二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最显眼的当然是达芬奇和拉斐尔的油画 不过用屁股想也知道 这些东西肯定是假的 另外挂在墙上的油画下面 还有许多看似十八九世纪的钟表 有怀表也有壁钟 款式各样 大约有五零十块之多 在每块表上面都有一个很小的标签 上面著名的价格 哎 这块不错 庄瑞指了指玻璃柜中间的一块 带着银链的怀表 对那个一直看着自己的中年法国男人 用英文说道 请问你能听懂英语吗 麻烦你把那块表拿出来 我要看一看 当然可以听懂 先生 很乐意为您下劳 那位中年人 彬彬有礼的对庄瑞弯了下腰 从腰间拿出一串钥匙 打开了玻璃柜 将庄瑞要看的怀表拿了出来 这位中年人叫做雷诺 在他的祖父的祖父那一辈的时候 这个店就存在了 到现在已经快一个世纪了 雷诺也算是国外的一个古玩商人吧 从庄瑞刚进到店里 他就注意上了 这个看似年轻的小伙子 应该是个行家 从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的消费能力大为提高 现在的国外商人 可不会再认为出手大方的 就是日本人 相反 很多外国商人 现在都学会了几句汉语 用来和那些中国的好客们交流 庄瑞自然不知道 这个中年店主打着什么主意 他此刻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这块怀表上面 怀表上银色的链子 因为氧化变得有些暗淡 略略有些发挥 而在怀表的表面上 则是一幅发廊掐丝人物图案 有红黑黄三种色彩 上面的人物 穿着18世纪的绅士服 形象极为逼真 庄瑞按下怀表顶端的饥簧后 表盖随之弹了起来 很灵敏 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 而变得迟钝 看来保养得很不错 当然 里面的指针已经停止了转动 因为这的确是一块古董怀表 两万欧元 看着银链上的价格 庄瑞不禁皱了下眉头 他用灵气可以看到 这块表里面虽然蕴含着灵气 不过只是白色而已 并且不是很浓厚 换句话说 价值不是很高 在国内也有不少 康熙乾隆年间留下来的西洋表 价位一般都在十来万人民币 这块表标价两万欧元 有些超出了庄瑞的心理价位 用行话来说 就是这个虽然是个有一眼的物件 但开出的却是天价 这个东西可以便宜点吗 庄瑞扬了扬手中的发廊 掐丝西洋表 向雷诺问道 雷诺耸耸耸肩膀 抬头说道 哦不 各位先生 这块表是我祖父留下来的 最少需要两万欧元 实在是不能再便宜了 妈的 怎么和国内的那些奸商 都是一个强调呢 不是祖宗就是爷爷的 这老外是不是在潘家园摆过地摊 受过专业培训呢 庄瑞一听雷诺呢 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 就在心里着骂娘 估计这法国人也是炼摊起家的 地道的法国文物贩子 庄瑞摇着头把怀表递给了雷诺 他是来捡漏的 又不是来捡垃圾的 这东西在国内不过值个十来万 自己在国外花二十万买 不是有病吗 哦 先生 如果您真的想要的话 价钱上还是可以商量的 相信我的祖父在天堂 也希望他喜欢的东西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雷诺见到庄瑞毫不犹豫地把怀表还给了自己 知道两万欧元的价格吓到庄瑞了 他自己心里明白 这东西虽然是十八九世纪的 但是在欧洲遗留下来的很多 价格其实并不是很高 也就是四五千欧元左右 不 不能这么说 如果您的祖父知道 您把这东西卖了 肯定会骂孙子你不孝顺的 庄瑞听到雷诺的话后 心里都快笑翻了 左右闲得淡疼 第二个又是憋了一肚子的火气 干脆消遣消遣这位了 庄瑞以前听说过 老外向来不拿自己家人当回事的 您要是夸奖他母亲好看 想和他母亲发生点超友谊的关系 估计那老外还会上赶着给您推销呢 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 庄瑞的话是用英语说出来的 雷诺也听不出孙子是骂人的 当下拿着怀表说道 一万欧元 先生 这是最低价格了 庄瑞摇了摇头 他对这东西实在也没多大的兴趣 如果一万欧元买了 回国能卖一百万人民币 庄瑞还会考虑一下 但是几万块钱的差价 还可能会砸在手里 庄瑞是不会做着买卖的 正想出言拒绝的时候 庄瑞忽然想起一件事 开口说道 这个东西咱们等一下再讨论 请问您的店里难道只有这些东西吗 还有没有一些年代再久远点的物件 或者一些损坏了的油画 书籍之类的 庄瑞是忽然想到 在潘家园经常有人拿着股丸上门买卖 这条街等于就是巴黎的潘家园了 说不准就会有日子过不下去 活得不是那么滋润的老外 闲来卖东西呢 哦不先生 您的话是对我的侮辱 要知道 我的店可是全巴黎最大的艺术品商店 当然不止这些东西了 在仓库里还有许许多多有价值的商品的 可能是庄瑞意思表达的不太明确 使得这位名字和长相都与那个法国大鼻子演员 让雷诺有些相似的家伙 情绪变得有些激动 唧里呱啦的纠正着庄瑞的错误 嘴里还不时冒出几句法语 先生 我想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 这里的东西我都不喜欢 如果您仓库里有我喜欢的东西 那么钱绝对不是问题 庄瑞听到这家店还有仓库 眼睛顿时亮了一下 在国内的古玩店里 好东西是绝对不会摆在架子上的 都是放在隐秘的仓库或者保险柜里 反正庄瑞的宝贝大多数都是在地下室里的 庄瑞就是不知道 法国的古玩店老板们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 在缠明了自己的意思之后 庄瑞还拿出一张瑞士著名银行的金卡 对着雷诺晃了一下 要是对方识货的话 应该知道 这张卡的透支金额可以达到500万欧元 第628章 铜镜 上 在巴黎这种大都市做生意的人 岂能不认识庄瑞手中的那张金卡 见到那张卡后 雷诺的眼睛顿时顿直了 神态也变得愈加恭敬了起来 这几年 艺术品市场持续升温 但是人们的眼光也变得刁钻了起来 在古玩行里能抓住个冤大头 也是比较难的事情了 一般人在购买贵重艺术品的时候 都会带着专业鉴定师 像庄瑞这样的散客 而能掏出500万欧元的 实在不怎么多见 国内如此 在国外同样是这样 所以雷诺在此刻是两眼放光 恨不得自己店里的那剂服 所谓达芬奇的话 都是真的 让庄瑞买下来才好 这位先生 现在店里的这些 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 年代也都很久远 你可以再看一下的 哦 那就算了 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 庄瑞听到店老板的话后 失望的摇了摇头 就准备带秦宣兵离开 这家店 已经是这条街上的最后一家了 看来 这国外的月亮 就未必比国内圆 想操见好玩意儿 也是没戏 哎 先生 请留步 见到庄瑞带着那个女人往外走 勒诺记了 刚才他只不过是想 再忽悠一下庄瑞 把店里的东西 卖出去几家而已 现在知道庄瑞是真的不感兴趣 他自然会拿出好东西来的 嗯 还有事儿 庄瑞回头看向雷诺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他虽然入行不久 但是也知道 如果这家店 真的是百年老店 那么真玩意儿 绝对是不会摆放在店里的 雷诺这会儿也不敢再玩猫腻了 微微向庄瑞攻来下身体 说道 是这样的 尊敬的先生女士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我祖父的一些藏品 我保证 那可都是极具历史价值的艺术品 庄瑞点了点头 说道 好 希望你祖父的藏品 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请两位稍等一下 这家店就雷诺一个人 在把庄瑞让出去之后 雷诺将店门给关上了 带着庄瑞和秦宣兵 从这条幽静的街道上 拐入到不远处的一个巷子里 这雷诺是开门做生意的 庄瑞倒是不怕他耍什么滑头 跟在后面走了大约有五分钟的时间 来到一处两层的小楼旁边 这里的建筑 有点像老北京的四合院 都是十分古老的十八世纪建筑风格 是清结构的花园式府邸 虽然不大 但是华丽精巧 恐怕想在这里拥有这么一套别墅 也是很难的 这是我祖父留下来的 两位请进 雷诺打开门后 很绅士的将庄瑞和秦宣兵请了进去 庄瑞这还是第一次进到外国人的家里 刚一进去后 就被那种明快的色彩 和仙桥的装饰给吸引住了 里面的家具也非常精致 而偏于繁琐 在墙角的那个柜子 甚至是手工打之后拼装起来的 十分的抢眼 在屋内的墙壁和天花板上 还有一些色彩已经变得有些暗淡的壁画 显示出这个房子悠久的历史 两位 这边 雷诺招呼庄瑞和秦宣兵穿过一楼的客厅 走到了后院里 嗯 地下室 庄瑞来到后院 见到雷诺用复杂的密码锁 打开一道门之后 眼睛不禁亮了起来 心中充满了期待 可能是二战时候的避难所 这个地下室十分的神 只入到地下七八米的地方 不过在通道每个一米处 都有一盏壁灯 光线很亮 而且通风设施很好 不会感觉气闷 进入到地下室里 庄瑞发现 这个地下室 要比他北京四合院的地下室大多了 应该有五六十个平方 而且被分割成了两个房间 在每个房间里 都有通风通道 和一台正在工作着的除湿机 先生 这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祖父和父亲收藏的 希望您能找到喜欢的 这位女士 可以坐在这里喝杯咖啡 我这什么都有 庄瑞摇了摇头 这老外一点不懂得保存古丸 咖啡机发出的蒸汽 会损害到古丸的寿命 不过这是别人的事 自己犯不着去说 当下点了点头 接过雷诺递来的白手套 走向那些堆积在地下室里的物件 他们现在所处的房间 是比较大的一间 在房间中摆满了各式的家具 当然 只是外国的古典家具 色彩非常的亮丽 在家具上面 则是摆放着一些小东西 雷诺似乎并不太会保养古文 桌子上的东西 只是按照分类 很随意地摆放在那里 有十七八世纪的钟表 中古世纪的刀剑盔甲 甚至还有一些中国的青铜器 只是这些物件 包括那些钟表上面 基本上都是秀极斑斑 看得庄瑞只摇头 虽然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只是里面的灵气极为细胞 明显的收藏意义不大 其实庄瑞不知道 这些东西 都是雷诺的祖父 在几十年里收到的 也有些人上门卖给他的 雷诺曾经找人鉴定过这些玩意儿 却是价值不大 有些东西 还不如现代工艺品之前 之所以没有处理掉 只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祖父而已 刚才庄瑞提出 要看历史悠久的东西 所以雷诺才把庄瑞给带来了 其实心里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佛头 庄瑞四处查看的目光 突然被一个比例与人头 差不多大小的头像 给吸引住了 走到那张桌子前面 小心地将这个头顶残破 面目几乎已经看不见的佛头 用双手给抱了起来 这尊佛头残去了一只耳朵 除了眼眶鼻梁和嘴巴 能认出来之外 整个面旁十分的模糊 之所以说是佛雕头像 是因为在头上全是一个个的骨包 和庄瑞在寺庙里见到的佛像雕塑完全一样 只是这个佛头被破坏得太厉害了 像是用钝器从一边的耳朵处给硬声声的敲了下来 半边耳朵已经没有了 看得庄瑞心疼不已 庄瑞知道 很多佛头都是西方殖民者 从古迹中盗走的 如果搬不走整尊佛像的话 就砍掉佛头或佛手 在中国很多寺庙里 很多佛像的佛头 都是后来雕琢摆上去的 这些佛头与其他的被掠艺术品 被当作战利品一样 摆放在西方殖民者或收藏家的房间里 如果不是这尊佛头过于残破 恐怕也不会留在这个地下室里 雷诺也开了不少的店 经常有一些中国的客人 对于这些在雷诺看来 毫无艺术美感的破石头感兴趣 现在看到庄瑞抱起了石头下 当下上前问道 庄先生 您喜欢这个石头雕像 庄瑞点了点头 不过马上又摇起了头 说道 这个佛头太残破了 如果是完好的话 我会出十万欧元买下他的 不过太可惜了 庄瑞说的是实话 这尊佛头被损毁得太厉害了 原本的色彩都没有了 即使自己买下来 也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 哦 那太遗憾了 雷诺耸耸耸肩膀 他并不是为了这玩意儿残破而遗憾 只是为了做不成这笔生意遗憾而已 如果您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完整的这样的雕塑 我倒是可以买下来 庄瑞有些不甘心的问了一句 这些外国强盗 那块着实抢走了不少好东西 雷诺家里没有 说不定别人家里有呢 雷诺摇了摇头 说道 先生 这样的东西一般都是在博物馆里的 我也不知道谁家里会有 那就算了吧 庄瑞心里有些失望 继续搜寻起地下室里的物件来 这些东西都有一丁点的灵气存在 庄瑞要一一分辨出来 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 嗯 这是什么 庄瑞在佛头的下面 看到了几块秀极斑斑 巴掌大小的青铜器 不禁愣了一下 因为他刚才看到 在那几块青铜器里 有一个里面 蕴藏着浓厚的紫色灵气 只是几块犹如铁块一般的东西重叠在一起 让庄瑞无法看出 到底是哪一块 铜镜 当庄瑞将桌上的那几个东西分开的时候 也看出来了 原来这些秀极斑斑的物件 是四块铜镜 只是有三块腐蚀的太过严重 缺少边角不说 镜面镜背上 已经完全看不出铜镜的特征来了 只是有一块 也就是庄瑞感应到 里面灵气浓郁的铜镜 镜面还算光滑 但是圆边和背面 也是布满了铜锈 用手稍微的搓弄几下 那些成粉末状的铜锈 纷纷散落到了地上 由于秀极太厚 庄瑞也无法看到 背面的花纹是什么 所以也无从给这面铜镜断带 不过以其中的灵气含量而言 庄瑞知道 这物件应该不简单 都秀成了这样 灵气依然没有流逝多少 这 这是什么 焚来覆去的摆弄了一会儿 这面铜镜之后 庄瑞无意中 把铜镜的镜面对着灯光 一束并不怎么明亮的光束 翻射在了庄瑞面前的墙壁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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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